拜金女上相親節目 聲稱不論富貴貧窮都願意相隨 配對成功還是沒能走在一起 反倒是粉絲積極追求取回美嬌娘 想要兼顧愛情跟麵包 本身不是問題 此女卻時時比較 看著選邊人只是普通職員 無法讓她當貴婦 竟在暗夜手起刀落 奪去丈夫性命 歡迎收看五二惠客室鬼案系列單元 我是何慧榮 這次的拜金女殺夫案 要從一檔真人秀節目開始說起 您知道大陸的一檔電視節目叫做 《飛城勿扰》嗎 這是幫單身男女迅速配對相親的節目 我大概講一下節目的進行方式 大家彼此是不認識的 第一次在節目上碰面 這20多名的女性都會站在各自高高的台子上 一次就會出現一位的男嘉賓 出場之後一邊在主持人的引導之下做出介紹 這當中還會穿插一些節目組預先拍攝的影片 讓女嘉賓們可以更快速的了解這個男人 而這個過程當中女性是可以隨時滅燈 代表你對這個男人沒有興趣 其中一種配對成功的方式 就是只剩一個人了之後了 看你樂不樂意 看對眼了 那就牽手離開 好終於講完就前情提要了 為什麼要知道這個節目呢 是因為要讓大家更了解此案女嫌犯的性格 整起事件首先就要從這一期的節目開始講起 2011年5月15號的《飛城勿擾》第129期 北京一家公司的總經理張天毅 他雖然說自己身為高階主管無需應酬 但這種應酬型的身形 讓很多的女嘉賓切步 更在喊話說配對完半年內就希望可以結婚 還有各種不是很討喜的感情觀之後 全場女嘉賓的燈幾乎全滅了 這時只剩出版社女編輯王家的燈是亮著的 感情特別豐沛的王家 不知道是特別欣賞這一期的男嘉賓 還是終於等到沒人跟他搶了 講出了一番感性發言自己哭了出來 還把在場的人也都給聽得鼻酸 不過從這些話當中其實聽不太出來 他到底是哪裡欣賞張天毅 而是不斷強調自己等對象等得很苦 很迫切想要擁有幸福 喊話說要珍惜每一天 大概也算是非常有誠意也感動了對方 於是這對男女配對成功 首牽著手離開了舞台 其實講到這裡也不是說看不上相親 如果沒有交友管道上上節目 認識異性其實沒有什麼不好的 只是對於王家口口聲聲說 自己內心渴望自由戀愛 卻能夠對著第一次看到的男人喊話說 願意跟著你一起打拼 這不是很矛盾嗎 如果他講的是我們相處看看吧 這就也許是可信多了 只是這個急著把自己給嫁了的王家 用一番愛的宣言 原以為找到了如意狼君 卻踢了個鐵板 節目播出後沒多久 張天毅人間蒸發 王家恐怕是有種被人打臉的感覺 雖然有些沒面子 但王家並不擔心 因為這時的他沉浸在女神的封號當中 還在沾沾自喜 原來32歲的王家總共上了4次的飛沉勿擾 這段時間他的社群平台不斷長粉 加上他自己的背景也不差 眼觀比較高 內心的小驕傲讓他迫切渴望被愛 他不想再當那個先熱情付出的那一方了 這時有一名ID名稱叫文文的粉絲走進了他的人生 文文不斷透過網路向王家來表白 雖然一開始是被打槍的 但是他沒有放棄 繼續大膽追愛 對於王家來說 雖然一開始果斷拒絕 但慢慢的他發現有個人愛自己也很不錯 反正日子也是過得挺空師的 便試著接受對方 於是雙方在5月27號第一次碰面約會 這個來自網路粉絲的追求者文文 有一說他的本名是何家文 總之第一次碰面印象還不錯 年紀比王家小兩歲身高有180公分 懂得甜言蜜語 也講出讓人有滿滿安全感的承諾 王家一下就墜入愛河 早早就盼著乾淨找人嫁了的王家 對於文文這種把自己捧在手掌心 自己只要開心當個小公主的戀情非常滿意 這時的他還沒有考慮到現實的骨感 更沒有看清自己 不是只要愛情不看麵包的女人 更何況王家要的還不是普通的吐司麵包 而是抹上魚子醬的高級軟髮 在一時沖昏頭之下 王家跟何家文定下了婚期 他們決定在隔年2012年元旦走入婚姻 這時的王家沒想過自己會後悔 但事情總是如此的戲劇化發展 熱戀並沒有維持很久 很快的王家發洩 在激情過後生活中 他要的不是柴米油鹽 而是名牌首飾 可是何家文只是個普通職員 還背著房貸 要我說能有個殼就不錯了 重點是你愛不愛他嗎 但王家不這麼想 漸漸開始看不上 原本打算一起度過餘生的男人 他除了虛榮心還很愛比較 尤其跟他同情上 非誠勿擾的幾個小姐妹 有人嫁給了有錢人或是富二代 掉到了金龜絮 開始過其酷太太的貴婦生活 有的甚至轉眼成了明星 接廣告賺錢好不風光 再看看自己 除了用嘴說來的愛情還有什麼 打從一開始就是心態問題 虧他當初在節目上說過 不論對方富貴貧窮 都願意共同努力打拼 也是有些話 當初說的臉不紅氣不喘的 這時恐怕也已經忘得一干二進了 不然就是明擺著看人家 是企業公管才說的 對著有錢人 喊著願意同甘共苦 大概也不能代表他的真實內心吧 總之王家用他的勢力標準 決定不嫁了 理由很簡單 不想急著結婚 但人生其實你說的算 全算終究不如天算 王家發現自己懷孕了 就下糗了 不給孩子找個爸怎麼行呢 而他的性格來說 又哪能夠承擔單親養子 背後被人家議論呢 於是2012年4月 王家還是嫁給了何佳文 畢竟自己的決定還懷著孩子 如果王家看開一點 從此好好過生活 故事還是可以走向幸福美滿的結局 但王家偏步 原本的心理不平衡 隨著婚後越來越失紅 尤其他低頭看看自己的肚子 越來越大 王家並沒有即將成為人母的喜悅 反而是看著自己身材走樣 臉蛋不比以前漂亮 而天天發火 他忘不了自己過去 在節目當中 被網友們稱為女神的追捧 感到失落 感到挫敗 又覺得自己活得不如其他同期的女人 讓她的臉上失去笑容 沒想到這時 丈夫就說了 你要是老跟別人比較來生活 那我勸你 再上一次《非城勿勞》吧 這時何家文可能算是慢慢 看清王家的真實內心 他愛的也許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對他的讚美追捧 就是這麼真實的一段話 兩邊陷入喧嘲 王家的身心靈狀態 也持續走下坡 甚至已經到了產前憂鬱的程度 機院久了沒能想開 就容易發生憾事 2012年7月31日一早 何家文還是一如往常 非常體貼 早早起床做好了早餐 就在過去叫老婆吃飯的時候 王家理都不理 只顧著用3C 何家文心想 怎麼不吃呢 還在忙什麼 靠過去一看 看到她又是在節目嘉賓群組聊天 其中一位女嘉賓過得多好多好 就讓王家挫敗感升到最高點 心態崩了的她 淡淡一句 不想活了 瞬間讓何家文氣炸了 都已經懷孕要當媽媽的人了 怎麼還看不清現實呢 況且這麼認真用心的對待你 怎麼到了王家的眼裡 就什麼也沒看見 如此不管不顧 平日累積的憤怒一次爆發 何家文怒吼著 又是《非神勿扰》 又是女嘉賓 到底有完沒完 你都30多歲了 女神啊 難道你要永遠活在舞台上嗎 就不能夠回到人間嗎 這段話雖然話裡不帶髒字 卻一針見血點出了王家的心態問題 王家惱羞成怒 在一連串的爭吵之後 他決定要跟丈夫同歸於盡 先處理到對方 再結束自己生命 2012年8月2號凌晨3點多 王家從廚房拿了西瓜刀 刺向熟悉的丈夫 何家文完全沒有防備 更來不及反抗 鮮血染紅的床單 逐漸失去生命 王家這才清醒過來 發現自己住下大錯 立刻要打電話報警 但他想到 這樣自己不就成了殺人犯 於是在警方抵達之前 王家自砍兩刀 倒在地上 自倒自演 偽裝成是自己因為被丈夫家暴 不得已 才會自我防衛 失手殺人 但這拙劣的手法 還是被檢警給識破 落網之後 倒是有個免死金牌 因為他懷有身孕 法官遇之交保後傳 直到生下孩子的不如期結束 才來收監 至於死者的父母 也就是王家的公公婆婆 他們看在王家好歹 生下了孩子替他們留後 還是希望孩子的生命當中有母親 並沒有要求急刑 最終王家被一故意殺人 判處十年有期徒刑 王家當初在節目上曾說 我認為我是一個可以為愛走到天涯的人 我認為有愛的地方就是我的天堂 這些言論現在看起來就是荒唐 你不是把有愛的地方當天堂 你是把你的枕邊人送到了天堂 當初的 不管他是生老病死 貧窮富貴 哪怕他一無所有 我願意跟他一起去奮鬥 講出這些話的良心又去哪了 曾經在節目上的這番話 賺得多少觀眾熱淚盈眶 也是當初男嘉賓 可是公司高管 但他嫁的 是個小職員 真是面對有錢人扮演小白兔 無害善良 遇上普通人 本性斬怒無遺 讓人直搖頭 後來每每有這段影片出現在網路上 真的就是刷滿了留言 全部都是為了看王家的反差 上來罵幾句的 甚至還能看到 有些人以為死的是當初的男嘉賓 事實上 男嘉賓張天液日子過得可好了 也交了新女友 有些人說替他慶幸 沒有跟王家過日子 不然沒命的可能就是張天液了 總之張天液確實在案件爆發之後 收到很多的關心電話 確認他是否安好 後來還在受訪的時候曾經透露 當初在節目上牽著他的手離開 主要是出自於紳士 女孩子都已經講到哭了 就撒手不管也不太好吧 沒想到這一千還真的殘上了 後台的訪問當中 女方唧唧喳喳喳激動的說自己找到了幸福 會幸福 正常不是應該說 希望能在一起試著過幸福日子嗎 這段訪談 男方幾乎是沒有正眼看過他 恐怕是已經看出端倪了 張天液說自己實在是沒有真的動心 對方很積極啊 天天主動示好 女方還說我馬上就要賺大錢了 我養你啊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讓張天液覺得這女人有些古怪 兩人便不再聯繫 整齊案件倒是有一些不同的說法 眾說紛紜 像是微博上有個帳號 叫做等待愛情的王家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 總之最後一則PO文是在2013年 說我不回應 是因為我不想傷害對方家人 我愛孫廣文 這也讓文文的真實身份 被打上了一個問號 是何家文呢 還是孫廣文呢 畢竟都有個文字 叫文文也都很合理 不過當地公安只承認有砍人事件 其餘應該也閉口不談 至於王家的出版社公司 則是否認王家殺人 他說丈夫確實身中三刀 但有救回 還說自從王家懷孕之後 就沒來上班了 如果從此就沒有露面 是否跟進入司法階段 是很符合的呢 這個部分也留下了想像空間 各路說法 多少都有些差異 但都坐實了 王家持刀刺殺丈夫的害人行為 至於名字哪個正確 重傷亦或死亡 反正都是要付出相對應的代價 日子是自己過出來的 好與不好只有自己清楚 而不是在外呈現給其他人 更不是用來比較分高低的 但王家恐怕從頭到尾 都沒能明白這點 希望線上的各位 都是心如明鏡 感謝您收看這一集的 無二會特事鬼暗系列單元 歡迎多多留言討論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何慧榮 我們下回見